很多朋友收到货后不知道Q值,Z值,X值怎么切换 其实我们正常就是看RS值和D值 切换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按这个轨轮键往下按 现在是D值嘛 显示Q值再按Z值按着别动 X值再按又回到D值了 再说一下这个镊子电桥的主要功能 可以测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 最主要还是测电容和电感 因为电阻的话万用表也可以测量 咱们拿出一个坏的电容 用万用表和这个电桥 分别测量一下 看有什么不一样 220微法的 放下电直接测 140多150多微法来回消变 然后拿着这个镊子电桥 电容档 测电解电容一般调到100赫兹 81微法 咱们锁定 看这个D值 1.4 这个太大了 一般电解电容的话 大于0.2都不建议用了 还有这个2S值就是等效内阻 27欧 太大了 这两个关键的数值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万用表只能测出容量 并且你看刚才的容量150多 这个是80多微法 差别还是挺大的 拿出一个正常的电容 100微法的电容 测量一下 91微法 锁定 看它的地址 0.02 这个电解电容容容量正负20% 都是正常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另外有了朋友问这个在线测量 还是拆下来测量 拆下来测量是最准的 再录测量 只能作为参考 比如说测这个电容 中心2400上的 咱们测一下 直接夹上去测 看下数值 856微法 它单个是470微法的 因为它两个是并连的 所以说在路测量 只能作为参考 这两个电容 咱们是知道它是并连的 但是有些贴片电容 什么你不熟悉它的电路 上面多个电容 它有可能就是并连的 你直接测量的话 有可能误判 另外比如这个中心2400这个板子 这个PFC管 榨管之后 在测电容上的容量 又不一样了 因为击穿之后 相当于把电容两端 短落了一部分 所以说拆下来测量 是最准的 再说一下电感功能 不光这个是电感 这上面有电感量 开关变压器 都有电感量 咱们网友表 只能测开关变压器的线圈 通还是断 断就不用说了嘛 肯定是线圈坏了 但是线圈通 不一定它电感量正常 比如说砸剪短路 网友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表测量也通 但是你装上去 有可能连续烧开关管 这都有可能的 下面给大家测量一下 中兴2400 里边这个驱动BR器 它有两个驱动BR器 驱动BR器正常的电感量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这是中兴2400 电源上的驱动BR器 然后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正常时候的数值 参考一下 以后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数值 调到电感档 直接先测初级 648位横 然后地质0.01 然后次级呢 有两个绕组 分别测一下 411位横 地质0.01 然后这边 也是411啊 地质也是0.01 再次看这个数值 651毫横 地质0.01 比如说 我用镊子短路 次级的一个绕组啊 短路一下 看 看数值 0.4位横 地质变成30多了 20多了 这就模拟一下 就是杂江短路 数值上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精度杂样呢 以前我发过详细的视频 和这个基准 LRC版对比过 这个效准是用5000多的一个 专业电桥测试的 也相当于100多的电桥镊子 和5000多的专业电桥比 大家可以翻翻那个视频啊 这个精度还是相当可以的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